Hello 各位觀眾大家好 這次為大家帶來的是街場四箱的有趣片段 首先看看陣容 看到陣容後我選擇了一家鼠 然後另外兩隻先制重 包括巨鉗螳螂和野蠻鱸魚 對方手法是雙衣貝的陣容 這個陣容傾向於輔助型態 我方就是土王上陣 我習慣先看看隊友的配招 很明顯是沒有練努力值 但不要緊 我方一家鼠使用的就是專屬技能鼠素兒 打到月衣貝有一下擊中了要害非常好 但有沒有機會可以打死月衣貝呢 就要看看能不能打到第十下 剛剛好第十下 可惜打不死月衣貝 因為月衣貝防禦太高 對方水衣貝作出凍風企道降低我方的速度 由於一家鼠的速度是偏高 但中了凍風之下速度大減 對方月衣貝用了反射壁 我方土王用上隱形牙蠻 在對方緩衝的時候就會造成一定的傷害 繼續使用的是專屬技能去打水衣貝那邊 但由於已經有反射壁的牆在 所以打下去水衣貝也不算很痛 第二次一樣打了十次的次數 對方再次使用凍風 基本上我的一家鼠已經速度超慢 對方再加一個欺詐上去 土王就用了康獻 這個時候我就看一看土王有什麼技能 如果這個時候土王不用物攻技能的話 其實就很難處理了 因為我們一家鼠已經降了兩級速度 這裡水衣貝就用這個逐流 希望打出一個好故事傷害和降低命中 可惜土王是儲水的特性 由於速度慢的我們就被水衣貝的逐流打死了 對方越衣貝繼續使用欺詐打到土王超高的傷害 而我們的對王繼續使用荷獻 王方派出巨蟹銅牌上場 對面水衣貝因為剛才地王上一回荷獻就睡覺了 而對方怕巨蟹銅牌的子彈拳 所以換走了馬利盧麗 但我這個子彈拳打到馬利盧麗 也有一個可估的傷害 就算他有反射逼的底下 這個時候土王就選擇使用了毒擊打到馬利盧麗 而巨蟹銅牌都繼續用子彈拳打下去 成功收走馬利盧麗 而對方的水衣貝剛剛就醒來了 再次使用凍風 對我方的精靈造成一定的傷害 而且也降低了速度 所以說是非常麻煩的一個手段 土王再次使用毒擊 可惜水衣貝傷害非常低 水衣貝防禦超高 以及反射逼都在牆上 而對方派出的黏尾露龍 黏尾露龍就選擇了太精化 是這個太精毒 而水衣貝就選擇了幫助 幫助黏尾露龍 黏尾露龍做什麼呢? 是噴射火焰 我巨蟹銅基本上一發可以帶走 巨蟹銅就躺下了 這個時候土王究竟做什麼呢? 土王選擇是使用科獻 今次的科獻是打到黏尾露龍 而我方就派出了我們的主力野蠻露於上場 對方換了月衣貝上場 應該是怕土王先用地震 又或者是... 做回聯防的手段 這個時候野蠻露龍 對方換了月衣貝上場 應該是怕土王先用地震 又或者是... 做回聯防的手段 這個時候野蠻露於中了一個波動衝打到左手面 由於剛才月衣貝是負傷的狀態去到交替 所以今次上來很快就用波動圈一下秒殺 野蠻露雨受到反助力傷害 再加上命力傷害非常之傷 對方水衣貝再次使用洞風打下來 這個時候土王基斯真用地震 這個地震非常之大傷害對於全體 因為地震是打自己有的 這個隊友十分之厲害 在這個時候其實我對這個隊友已經充滿絕望 他這個地震也把我的心打成碎片 由於剛才中了水衣貝的洞風 味道龍上場就可以把我擊殺了 這個時候就是土王一挑二的時間 土王再次使用荷獻 真是厲害 究竟土王一場中用了多少次荷獻 完全不知道 我只知道用了很多次 對方捻味龍 再次使用龍之波動 打到土王 土王只剩下33滴血 然後水衣貝再用洞風籃 基本上就收走土王 土王終於退場了 派出的是一家鼠 一家鼠使用大掃 這個大掃究竟有甚麼幫助呢 這個大掃是幫對手的隱形癌掃走 真的十分之厲害 一家鼠提高了攻擊和速度一級 但你決定這個時候用大掃究竟是否正確呢 因為對面還有水衣貝 可惜對面使用的是軸流 打不中我們的一家鼠 為甚麼要用總子機關槍呢 這招技能 我認為應該是一個選擇錯誤 因為總子機關槍雖然對水衣貝有黑熟的效果 但也有機會只擊中兩次 果然如我所料只擊中了兩次 總子機關槍 一家鼠終於使用它的專屬技能 但今次打到黏尾牢籠 而黏尾牢籠因為它有黏滑的特性 所以每攻擊一下就會降低一級速度 所以基本上 如果一開始就打在左邊的話 其實這個大掃除是毫無意義的 只要對方水衣貝繼續使用洞風 其實對我方也是一個極大的威脅 因為水衣貝有機會有回血的技能 而我方作出最後的垂死掙扎 就是用這個鼠數而打到水衣貝 也將水衣貝收走 而對方派出的是另一隻衣貝 仙子衣貝 高音一發帶走一家鼠之後 我方派出了多龍上陣 多龍選擇了一招潛行鬼的技能 第一回合就會消失第二回合進行攻擊 這個時候對方選擇了守護 可惜這個潛靈奇襲可以穿這個守護 這個時候對方的仙子衣貝 就用了電光石火打下去 而我方的多龍幾乃選擇用急速折返 可惜打不死 我方的多龍選擇了鬼系太精 再次用急速折返 成功把仙子衣貝帶走 這個時候對方使用火衣貝上場 亦都進行做一個普通的太精 而我方用龍字 可不可以成功帶走火衣貝 贏出這個賽事 是不行 是差一點點的 火衣貝 最終火衣貝使用閃耀衝鋒 成功把我方多龍擊殺 這場賽事終於完滿結束了 我真的很想這場快點結束 因為土王真的很難搞 好,很快 小伯母的夢想